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哲学范畴 而不是一个科学范畴 也就是它不是和哲学史上的 一个某一个原子 或者科学史上的原子和电子概念相联系的 而是一个客观实在的东西 那么它就要讲 第二个它就要定义 既然它是一个客观实在的 那么这样一个客观实在究竟是什么 你不能说它是哲学范畴 是客观实在的 什么是客观实在 你哲学给它下的客观实在的定义是什么 客观实在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这就要对这个客观实在性 做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列宁在这个地方说 他后面的这几层意识 后面的这几层意识都是对这个哲学的客观实在的说明 什么叫哲学的客观实在 什么叫哲学的客观实在 他说所谓这个哲学的客观实在 它是能够被我的感觉感知的 首先它是能够被我认识的这样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和我无关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问题啊是和这个可知论相联系的 是吧能够被我认识的 这是讲的在现象和这个自在之物之间没有区别 我是可以认识它的 第二个呢这个客观实在呀 它是不依赖于我们感觉而存在的 这个维心主义呢就认为 这个客观实在呀 它如果就是马合的认识路线嘛 如果离开了我的感觉 它就不存在了 但是念念说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那么是对什么 哲学第一基本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第一个解答 那么最后一个呢 它能够啊 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 摄影反映 那也就是说 它是什么 是对世界的这样一个客观的认识 它是具有真理性的 具有真理性 那也就是说 这个客观实在 念你所说的这样一个物质概念 这样一个客观实在性啊 它是包含着 既包含哲学基本问题的前提性问题 也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问题 同时也包含了哲学基本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第二个问题的解答 所以他在这呢 他就强调 他说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客观实在的问题 客观实在性这一点 只是主要的是什么 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 给予说明 就是说你不能用 自然科学来认证它 你要是自然科学 你今天证明原子 昨天证明的是原子 今天证明的是电子 我后面还可以证明 更小的东西来证明它 所以科学的东西是不能穷尽 这样一个哲学的 哲学不是举例 哲学不是举例 那么他仅仅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这个客观实在性 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 相对于意识而言的 所以这个后面呢 他在讲客观实在性 讲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 第一个方面的时候 他为什么一定要说 他是通过感觉而感知的呢 通过感觉而感知的 为我们的感觉所设计 这个浮血摄影和反应的呢 就是强调啊 这个客观实在性呢 它是可以作为我们的 这样一个认识对象的 作为我们认识对象 你仅仅讲 它是处在客观 这个客观实在性 处在我们的感觉之外的东西啊 之外的东西 不依赖于我们感觉而存在 那个 那个 不可知认 它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是吧 它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那你这个感觉东西 是不依赖于我 但是你不能够进入我的认识 不能进入我的认识 所以他就讲了什么 列宁说 这个问题啊 仅仅自认在 存在和意识的 这样一个对立 哲学最高问题的解答 对于存在和意识的 最高对立 所以他在讲认识呢 通过感觉而认识是什么 我讲的是一个 思维和物质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 感觉和物质之间的关系 它们随为第一性 随为第二性的问题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感觉 因为这个马和讲的感觉 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感觉 通过感觉感知的 通过感觉感知的 就是讲什么呢 他是在讲物质和意识之间的一个关系问题 就是我所的这个讲的这个客观存在呀 不是一个常识的问题 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那么这个哲学的问题呢 只有在讲它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它才是有意义的 抛弃了这个关系就没有意义了 那你仅仅讲一个客观实在没有意义 维新主义也可以讲这个客观实在 是吧 这个上帝也是我们感觉不到的 也是客观实在的 是吧 也是客观实在的 所以这样呢 实际上它就标划什么 就是说 列宁所讲的这样一个物质概念 物质概念的定义 一个它把哲学和科学定义区分开来 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 就是对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哲学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概念 就是说科学的定义 它是可以不断发展的 一方面呢 它强调它这个物质是在 随着能不能认识的这样一个深化 它是可以不断的深化的 但是另外一个呢 作为哲学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的 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 它是什么 它又是不变的 它又是一种绝对的 它是一种绝对的 所以这个物质定义啊 实际上是什么 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这样一个 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作为一个范例啊 就是怎么去解答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解答呢 列宁也把它贯 就是说把这样一个物质定义的解答呢 也把它贯穿到对真理问题 和检验实践真理的这样一个 实践标准的这样一个问题上 就是说在解答真理的问题上呢 我们前面讲的 列宁这个恩格斯啊 也讲过这个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那么恩格斯当时讲的是什么 强调相对真理 就是真理不是绝对的 他批判杜宁的时候 他就说 拿破仁出生于某日某月 某年某月 那么这个呢 肯定是一个真实的 是吧 真理没办法改的 他说但是呢 真理啊 认识这样一些东西啊 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你承认这个东西啊 是没有意义的 我讲的真理是什么 它是一个变化发展的 是一个绝对和相对的 这样一个统一 所以他说人类思维啊 既是至上的 又是不至上的 就是每个个体的实现 它通过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是强调什么 以相对 相对真理啊 来批判这个杜宁的 这样一个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但是在物理学革命当中 他所面对的什么 是一种相对主义的 思维方式 那么面对相对主义的 思维方式 他在哲学上什么 要肯定他的这样一个 认识认的前提 也就是说 你要对哲学的认识认 批判的认识 做一个认证 那么在这一个程度上呢 所以呢 他要把这个科学的东西 就是作为可以变化 发展的这样一个 科学的相对的东西啊 和绝对东西区分开来 所以这个时候 列宁就要强调绝对 强调绝对 所以在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呢 他就区分了两种真理 一个是客观真理 一个是真理的绝对性 和相对性的问题 就是你要研究问题的 真理的问题啊 你首先是问什么 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 第二个如果有客观真理 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 能否立即的 完全的 无条件的和绝对的表现他 或者只是近视的 相对的表现他的问题 那么列宁把这个问题啊 归结为这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 那么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呢 就是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要承认啊 人的认识啊 是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 客观实在是能够被我认识的 你首先要强调这一点 那么你只有强调了这样一个 第一个问题 你才能进到第二个问题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 列宁说 如果你抛弃了第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马和主义 波和丹罗夫 他们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他拒绝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 而直接进到了绝对 真理的绝对和相对 就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据出了感觉以外的 这样一个物质世界 据出了感觉以外的 这样一个物质世界 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客观真理了 那么你的真理的绝对性 也就没有了 剩下来的是什么 相对真理 相对真理 所以列宁说 客观真理啊 和这个真理的绝对性 它是一致的 当你承认真理的绝对性的时候 就是我能够反映它 那么这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它是这个 它是这个 就等于承认了 这样一个客观真理 否则你就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强调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这个客观真理 特别强调客观真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说 他这个就说什么 所以他说这个绝对真理啊 就是说任何科学认识的体系 任何这个客观这个真理 都是无条件的 也就是说 能反映外部世界 能够反映外部世界 皆是它的本质 这个是无条件的 但是呢 人们对这个客观实在的 这样一个发现 又是 特别是对这个原子 电子这样一些认识呢 他又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 又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 所以正是这样呢 他说不管是原子还是电子 就是他们都是能得认识 里程上 认识上的一些里程碑 就是说可以反映能得认识的 这样一个进步 这样一个进步 但是呢 他不能呢 把他这个推翻真理的绝对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列宁呢 就提出了一个 区分客观真理和这个 相对真理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就说什么呢 他说这样一个区分 就是说客观真理 也就是说绝对真理和相对的真理 他说这样一个区分 是这样的不确定 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 变为某种将死不变的东西 他说如果你要是说 把他们这两个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绝对区分开来 绝对区分开来 那么直承认相对真理 而否认绝对真理 或者说直承认绝对真理 否认相对真理 那么列宁说啊 实际上呢 你就很可能把科学 变成教条 变成将死不变的东西 因为你只承认绝对 而否定了相对 那么你就什么 就走向了一个教条主义 那么同样的列宁说 同时他又是这样确定 以便最坚决果断的 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 划清界限 同为哲学 唯心主义 以及修默和康德的 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 这就是讲了什么呢 讲了就是说 如果他说 他又是这样的确定 就是说这个真理之间呢 他们的区分的 这样一个确定性呢 就是说 又和这个相对主义 就是说和这个不可信仰 就是他又是这样的确定 然后以便坚决的和果断的 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 同哲学的唯心主义 以及修默康德主义的诡辩划清界限 这就讲什么呢 这就在真理的问题上 区分了 形而上 相对主义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一个界限 就是说 你说他们的区分是不确定的时候 也就是说 绝对真理可以变为相对真理 你说他们的区分是确定的时候 就等于成了什么 你这个真理 它是可以发展和变化的 那么这样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上的 这样一个结构上的变化呢 就是说 你辩证法承认知识的相对性 它是辩证法了 承认知识的相对性 但是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 而是强调我们的知识 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 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 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那也就是说 我讲的知识的相对性 是相对于什么 我的认识 自身的认识而言的 自身的认识而言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看看认识论的三个结论 认识三个结论 认识由不知而到 由不知到知的这样一个转化 那么讲的相对真理 是在第三个结论层次上讲的 讲的是认识由不知到知的转化 认识由不知而到知的转化 而真理的决定性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第二个前提 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 不可能有任何的原则的差别 能是可以 就是说认识外部世界的 可以认识外部世界的 所以讲绝对真理 和相对真理的关系的时候 特别强调相对真理 他说辩证法和这个 行而上学的界限是什么 行而上学只承认后者 只承认后者 而看不到这个前者 看不到前者 所以而他讲的这个真理的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 区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 就是既要看到 人的主观认识的 这样一个进化过程 同时也要看到 人的认识和外部世界的 这样一个可知性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那么从这样一个真理问题 既然是能是可以认识的 那么你是靠什么决定的 靠什么决定的 这样它就涉及到一个 真能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个 客观标准和 这个标准的一个 确定性和相对 绝对性和相对性 也就是说实践标准的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呢 列宁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 就是说生活实践的观点 应该是认识认得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生活实践的观点 应该是认识认得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他说这样一种观点 实际上就承认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也就是说任何实践 它都可以通过什么 这个你的真理都可以通过实践得到检验 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最终的标准 这是真理的这样检验标准的一个绝对性 但是列宁认为 真理标准也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所以它也是不确定的 也是不确定的 因为你这个实践啊 人的实践什么 它本身啊 也是受着历史条件的这样一个制约的 所以列宁就说了 实践标准实质上啊 绝不能完全的证实和博导人类的任何表象 他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 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 同时他又是这样的确定 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 进行无情的斗争 所以呢 他就说 他说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 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 那么因此我们就承认 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 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也就承认了真理的标准呢 它也是绝对和相对的 就说你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呢 实际上和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呢 它是一致的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如果从认识能的角度来讲 从认识能的角度来讲 列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划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他的这个认识的这样一 讲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认识 强调这个辩证法的第一要素是什么 是观察的客观性 是吧 也就是观察的客观性 就是考察的这样一个客观性 这样一个客观性是什么 实际上是对这个思维的 相对思维和绝对性思维 如果这个形而上学的思维啊 它实际上是有两种 形而上学的思维啊 两种 你把这个客观 把这个绝对绝对化了 它是不是走 它是绝对是一种形而上学啊 一切都把它 就是列宁说的曲线啊 把它变成了直线 所以你是绝对的东西 你把这任何一个东西 绝对化的时候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这个形而上学的 那么同样的 你如果把相对绝对化了 我什么相对绝对化了 你也是形而上学 也是形而上学 它就没有客观了 谈不上辩证法了 是吧 就像庄子说的 人的美丑也没有这个标准之分 然后是非也没有标准之分 你什么都没有了 就说你的这样一个界限没有了 一个事实的一个界限没有了 这个时候啊 你也走向了一种 这个形而上学的思维 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有两种 一种是绝对主义的 一种是相对主义的 相对主义把这个相对绝对化 把相对绝对化 它也变成了这样一个诡辩论 这样也是一种形而上学 所以人的思维方式啊 它有两种 一种是绝对主义的 一种是相对主义的 就是从论识人来讲 如果说恩格斯当时啊 是以相对批判绝对主义 那么列宁是从绝对的 这样一个绝对肯定的里面啊 强调相对主义 也就是说什么 恩格斯啊 要从绝对主义 以相对来击破这个绝对主义 那么列宁的时代 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表现为相对主义 表现为相对主义 这个时候他是什么 要通过强调绝对来击破相对主义 击破相对主义的这样一个认识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整个啊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这个人的思维 就是说这个整个思维方式 哲学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 所以每一个哲学家所面临的 这样一个哲学论物就不同了 他的解答也就不同了 所以为什么列宁啊 在强调认识的三个结论 我们看他讲的是 从他的哲学基本路线 一直到他对问题的解决啊 上个结论 他是贯穿一体的啊 都是强调什么 相对当中有绝对 相对当中有绝对 所以在解答的问题上呢 他是强调哲学问题的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方面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和第二个方面的联系 强调以第一个方面为前提 那么在哲学的思维上呢 他是要强调相对当中的 这样一个绝对 而强调相对当中的绝对 和他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的 第一个方面 因为第一个方面是对 绝对问题的一个肯定的答复 两者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 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这样一个思路 也贯穿到他对这个 认识论问题里面的经验问题 因果必然性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 空间和时间的关系 以及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解答 所以他这是贯穿为一体的 贯穿为一体的 一个最基本的解答 这个认识认的这样一个说明 都是围绕着什么 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 这样以及这个思维方式 自然科学革命引起的思维方式 以及所有的这样一个 哲学问题展开的 那么他就在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就分析了这样一个 物理学危机的这样一个实质 以及物理学危机的认识根源 就是通过前面的分析 他就在这个 也就是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 第五章 专门考察了 现代物理学当中的不同派别 分析了现代物理学的 危机极其产生的认识根源 那么当时在这个物理学危机当中 就物理学革命当中 当时有三个派别 有三个派别 一个是以马和为代表的 为能论 也可以看作是概念论 当时认识论当中 有三个派别 一个是认识论 那么这一个 为什么叫为能论和概念论呢 因为他们强调经验符号对认识论的意义 而否定物理 这个物理的定理 对于是对物质世界的反应 否定型而上学 也就是说他们强调这个功能的 和概念 和概念 因为这个符号 符号 我们知道经验符号 都是一些经验是一个功能性的 那么这个符号是一个概念论的 所以他们强调这个经验符号 对于认识论的这样一个决定意义 而否定物质物理的定理 是对物质实在的这样一个反应